近日全红缠又迎来了好消息 全红缠中国跳水界的璀璨明星 自2018年起 他在广东省跳水锦标赛中屡获殊荣 之后更是连续在全国及国际赛事中摘得金牌 2020年他以惊人的437.75分夺得全国 跳水冠军赛女子担任十米跳台冠 军 2021年他以创纪录的466.2分 勇夺东京奥运会女子担任十米跳台金牌 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实力 此后他更是实现了奥运会 世锦赛和世界杯的金牌大满贯 2023年和2024年 他分别获得杭州亚运会和世界游泳锦标赛 女子十米台冠军 展现了持久而稳定的竞技状态 全红缠的辉煌成就 不仅彰显了中国跳水的雄厚实力 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运动员的拼搏精神 2024年巴黎奥运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全红缠 这位中国跳水队的璀璨明星 正在紧张而有序的备战 回想起上一届奥运会 他以惊艳的表现一战成名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英雄 如今他站在了生涯的又一个重要节点 即将迎来第二届奥运会的挑战 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姑娘 成长为跳水队的绝对核心 本届奥运会全红缠 肩负着冲击双金王的重任 对于中国跳水队来说 他不仅是重点培养的未来核心 更是推动项目发展的关键因素 他的天赋异禀 让人看到了他成长为像郭晶晶 吴敏霞那样杰出运动员的潜力 他的每一次跳跃 都为中国跳水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期待 然而过去的一年 对全红缠来说充满了挑战 生长发育的问题 让他在比赛中遭遇了瓶颈 连续输给陈玉希的结果 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担忧 但正是这些挫折 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更加努力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在巴黎奥运会即将来临之际 全红缠再次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他需要尽快从失利的阴影中走出来 找回那份属于他的自信和霸气 而周济红和陈若霖两位教练 对他寄予了厚望 期待他能够在奥运会上 再次展现出水花消失术的神奇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 在国际泳联公布的年度最佳运动员名单中 全红缠赫然在列 这份荣誉不仅是对他过去一年努力的肯定 更是对他未来潜力的认可 作为这份名单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全红缠承载着更多的期望和责任 他将以更加坚定的步伐 为中国跳水队创造更多的辉煌 我们期待着全红缠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 相信他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实现自己的梦想 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中国跳水队 能够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为国家的荣誉而战 感谢观看